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4日,这是今天第四场诸报点准节目,在这之前,本人在这个前院后院,后院前面,后院前面,这次手忙脚乱了,干了两三个小时,因为明天有这个收树枝子的一些垃圾车,收垃圾的车,车辆。 所以这个,你得把这东西都装上去,说啊,一边干,我就一边想,你想你要住这个小的房子,condo多好,是不是,住那apartment,一个小房间,你也没有这么多辛苦,是不是,他不用当房东,是吧,一举两对人,所以这东西啊,人啊,心里话,这个生活越简单越好, 房子越小越好,事情越少越好,是不是,然后我自己有的时间,就闲暇时间,就是旅游走一走,就生命有限啊,想一想,这是,这是一个,像一个家庭无所谓啊,小家庭无所谓, 西式尼泛全部瞎折腾,你说他要上来后,把那个胡温那些留学的那些家底,这个,多搞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啊,把宋子看来, 为他哄得乐呵呵 这个多好啊 瞎比生 攀比生 攀比老美要当世界老大 要东升西降平死世界 宋华民族的复兴 你看脆牛皮人类命运共同体 到现在为你一地鸡毛 啥事没干成 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 我这样讲的消极了一点 命中有的总需要 命中没有的莫强求啊 真的到最后都是零 这个 往往民和利不能双手啊 就是 是可指知足者 是可指知足者常乐 是吧 这习近平就是不知足啊 有想法但是没啥本事 给中国整整了几点程度 完了吧走不回去了吧 这个 接下来中国的事麻烦大了 我就告诉你 就是小道是一个小的家庭 拔到一个 这个 一个 一个村子是吧 然后再就是一个镇 一个乡 一个县 一个市 一个省 哎 你看大气全国 对不对 你看 加拿大就好 因为他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啊 好山好水好寂寞 确实 每天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 也没有什么核弹 也没有什么本事吧 也不欺负别人 别人也不欺负咱们 对不对 就加拿大这个国家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那领导人特鲁多 很面对人 说心里话 是吧 老实人叫人欺负人 好 哎 这个吃亏是苦 理解吧 是吧 你看当老大多累 你看这个拜登累得要命 休假没休好 跑回来了 跑回来 然后坐在那个 战情时的指挥说 哎 指挥完结果来了 啊 我们看今天大事啊 言归正算 刚才讲都是开场白 下扯啊 你看 呃 内塔呼吁拜登通话以后 取消了回击伊朗 你看 还是这个国际舞台上 还是美国厉害 是吧 所以外界都开始预测了 说这个伊斯利要还击 哎 中东战大战爆发了 是吧 啪眼不怕乱子大 啊 特别做自媒体都希望能打起来才好了 点击率高啊 没门 我就跟你讲 人才不上当的 哎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在这世界舞台上 二战以后 全世界维持秩序 能左右行事发展方向啊 还是老美啊 你不要不说 哎 哪有你习近平 小儿的小儿的这个活动的空间 是吧 那算什么 这不上档次真的 你看大事影响历史进程 不都美国在左右吗 是不是啊 待会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先来看看就是这个 其他媒体的报道 就是伊朗空袭以色列之后啊 各方关注以色列之后 进行回击 在这之前 我甚至在一个小的那个 靠北店里 呃 在网上啊 看好多媒体啊 有一个自媒体 标题就是什么呢 美国陆战队 15万登陆伊朗 咋 这热闹的 你看这视频的 光光打 看一会儿你看 我的天 电脑合成 是故事片 真的忽悠 点击也不少 那40多万 你就想想 一看这些东西不靠谱 还得看美国资议 大块媒体 对不对 你看这是美国资议 介绍的 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篇文章讲说 伊朗外长叫阿布 阿布布拉西亚 在德黑兰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讲的 说伊朗在发动对于世界的息息前 通知了美国 看见没有啊 他为什么老大 我在那边打他 行你别打了 玩得打 不打 在国内能统治下去吗 叫人欺负 叫人瞧不起 哎 那你愿打打吧 我也劝不了你 对这个老大打招呼了 是吧 你看很有意思啊 阿布布拉西亚说呢 在周日凌晨 发给白宫这个信件当中 我们宣布我们的行动 将是有限的罪力限度 旨在合法的防卫及惩罚以色列政权 就是我打这个是 反正是这么讲吧 就是出出去 啊 关键的地方我也没打 也知道你们能拦截 能拦截 啊 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 我出出去 乘回乘回脸面 打完了我就完了 啊 你告诉 以色列不要缓急了 是吧 你看 这很有意思啊 他说呢 这个 呃 在周日凌晨 发这么一个email 信息当中 他们有这个图形啊 就是 呃 加密的这种 这种电报啊 什么东西的啊 国内叫民传电报 国内各省市叫民传电报 啊 此次各省市的啊 你不知道你们看没看 我看过 就在那个 呃 医院里边打印 你的心电图一啊 每天都在动 打一串串的民传电报 你按照这个指示干事啊 我看过啊 很多省市我看过 呃 这边跟他讲 他说 他表示伊朗有限的攻击 不会针对平民和经济地点 他说 我们没有针对这个地区的美国个人和基地 告诉他大哥大哥 我肯定不打你啊 另外打他一次 反正是说就适当打一打 出出去 呃 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建议 以色列 不一定要对 伊朗 对以色列的直接攻击 空气进行报复 因为多国在拦截伊朗 周六深夜和周日凌晨发射了300米导弹和无人机上 取得了令人意外的 出令意外的成功 就是我们都能拦截得了 他打一白打 就浪费的子弹就完了 你也不要过于的反应 这事就是完事了 他打你一拳 你踢他一脚 他这个脚是大皮鞋 就完事了 弹回来就完了 同时据美国斯林最新报道 以色列战争内阁 星期天 4月14号再次举行会议了 商讨并决定如何对伊朗的空袭进行回应 预计不太可能公开披露报复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报道的 其他那些媒体都为了点击 对你恐怕不可信 这才是真正宗的 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或其支持者 表现出鲁莽的行为 我们将遭到决定性和更强的反击 希腊在一份社会中讲的 伊朗外长 阿普杜拉西洋星期天 在社交X平台上贴文说 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就结束了 现在就完事了 这事 摆平了 东北话怎么讲 得上 你给我一个天早吃 我给你个糖豆 咋回来扯平了 这意思 他说 目前无意进一步对以色列的事实打击 从现在开始 如果他不回忆这个事 就算告一段落 说在目前这个时候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无意 持续进行其防卫性的行动 但是必要使他会针对任何形式的群统 毫不犹豫地害为自己的合华利益 为什么他不一定能能稳当地相信 就是以色列会不反击 都在这里 老美的全以色列 就看以色列听不听这个拜登的 问题在这里 他这个意思 他也是继伊朗常驻联合联合大使 伊朗武装部的总参长之后 又以为宣布伊朗 空袭以色列行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以色列如果报复 伊朗还会做出强烈反应的高官 也就是说 昨天不是纳塔湖讲了 就是说 民人要是欺负他 他要反击吗 现在看来他这个主意 要改变改变 这个意思 他不改变 还得来一轮人 是吧 那就是老美 就是摁了葫芦就起了瓢了 白不平 看他能摆平 不过呢 以色列军方表示呢 伊朗的袭击遭到挫败 确实挫败了 99%都拦截了 被以色列的多层防空系统成功拦截 现在看来他的铁穷确实挺厉害 挺了得 美国、越旦和法国协助以色列 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 全世界多个国家都谴责 欺证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 因为都不希望打仗嘛 那么联合国安理会议是 星期天少早举行了紧急会议 现在联合国就是一个清谈部门 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为什么要搞奥Q4 原因不在这里 对吧 这篇文章讲 讨论中东冲突的 都在讨论这个严重升级的世界 法新社做了报道 美国自己介绍说呢 伊朗对以色列实施空袭的时候呢 试图在加上实施 停火的国际斡旋努力 已经触礁了 因为以色列指责哈马斯 拒绝了一项最新的停火体力 那么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叫巴盖 此前表示伊朗的行动是自卫 而且达到了目的 就在这个发生的就是西齐乌克兰 西齐以色列这个乌铃基的同时啊 伊朗的国内老百姓 像伊朗的媒体误导的啊 那是一片欢呼啊 那就绝对长窒息啊 终于打了他们一把 是吧 看来哪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很容易 被政客们所欺骗是吧 他就不会讲就是说 我们打之前呢 我们也请示了全世界的老大美国 美国已经同意了 而且他们能拦截 咱们不至于给人造成太大的损失 一定是这样是吧 所以这个 好多的统治者都是些大骗子 是吧 就像习近平每天 中华民主的复兴 怎么怎么是吧 就这样 全过程民主 没有一天 他没有一件事是做的民主 对不对 民主就可以下台 一个人也一票选举 谁愿意上谁就上 你凭什么你干不上司机 你干这么惨是不是 所以都在骗 看来伊朗也是这样 习近平也是这样 老拜登有的时候太撒谎 不是吧 这都是政客 你记住啊 没有火焰你成不了政客 他讲的话 一定是有利于他在讲 对吧 这篇文章讲 伊朗武藏部队总参谋长 巴拉里表示 他们就达到目的了 诚实承诺行动 实现了所有的目标 巴盖里讲 巴盖里表示呢 伊朗这次袭击 说是两个目标 他具体介绍的 一个是位于 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的 一个以色列的大型清末中心 他就袭击这里 朝这里奔本来了 该中心呢 是什么呢 是以军袭击伊朗 驻利亚提供情报 就为了报复这件事 因为以色列上次打击的大使馆 这个伊朗很丢面子啊 损失很大啊 这个生命财产损失震惊了整个世界啊 那么另一个目标呢 则是以色列 内瓦蒂姆空军基地 以军的F35战机 就是从这里起 被袭击伊朗叙利亚使馆的 也就是说他这次报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 就非常精细的目标 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做 巴盖里称呢 以色列这两处目标 都是在伊朗空袭行动中遭到了破坏 每天是在一篇报道中讲呢 他说伊朗这次对以色列发动了失误前例的空袭 迅速升高了中东地区紧张军事 就周边这些国家都毛了 都怕打起仗来 不过在这个情况下 苏尔茨才到了中国 去北京和重庆访问 继续要在重庆做生意 对国内中国做生意 这说明在这之前 跟老拜登早就跟苏尔茨讲了 是吧 就以美国为首 其他工业国 早就讨论好了 没事 让他出出气吧 反正是这个 他放个响屁一会就完事了 奇怪是不是太大的作用 也不会把空气就污染了 是不是 就完事了 应该这样讲比较形象 是吧 你看 这个初尔茨的情报很灵通 这篇文章讲说 但是伊朗的空气行动 已经让伊朗 以色列 美国哈马斯都有一定的收获 以色列肯定也要偷着乐了 因为以色列吸引伊朗的时候 他把一个伊朗的军头的 还有他的家人都哄死了 是吧 你就想他占大便宜可不是 美国也是显示自己是老大 告诉习近平怎么样 你瞎出去蹦蹦的什么 真的老大是我 我一句话这事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川普也没话可讲了 是吧 现在川普是很愚昧 看来老拜登通过这个事情 我跟他讲 这个玩的挺好 这个说不定民意 稍微往上提一提 是不是 政客们的表演非常精彩 这篇文章最后讲 他说 以色列通过拦截伊朗 来西的无人机和导弹 百分之百 就再次彰显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防御能力 他确实他这个铁熊是挺厉害的 说将哈马斯去年10月7号 呼吸以色列 对以军形象造成的冲击一扫而过 所以伊朗通过空袭以色列 这一期过程中虽然保持低调 却向全球的盟友展示了 美国力挺盟友的坚强成了可靠势力 看来这个是成了一个都赢了的局面 是吧 实在是荒唐 这有什么呢 这就是官宣那些带有欺骗色彩 是不是啊 这个其实都是怕打仗 看来这个大家都想过和平的日子啊 谁不愿意搞得太极端 是不是啊 这篇文章讲说哈马斯则从伊朗 对以色列的西中看到了伊朗 进一步卷入抵抗冲突的希望 并且呢 有可能让这哈马斯在加沙 挺火的谈判中保持一个强硬的一场 这是美国思议党 为什么我给你们介绍 因为他的全媒性啊 你不要看有些媒体认了 认了完了以后 你就上他受骗了 那么来看看 这是从这个官媒看到的啊 那疯狂爆炸了 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的美媒的消息 伊朗对以色列发生大规模的袭击以后呢 拜登劝阻这个内塔湖 不要立即对伊朗事实报复行 就打电话给他说 那塔湖 这会儿你再别不听话了 我跟你讲上一次你不听话 我就放过你了 你这不听话 跟我给你翻脸 我告诉你 那塔湖跟你讲 大哥这会儿肯定就算了 反正是我占便宜 说啊 我估计坑是这样 那个外侦就劝他 还是你一占便宜了 你给大使馆轰了以后 人死了那么多人 人家打你 我们给你拦截完以后 就掉小碎片 就一个人受伤了说 还是个儿童 当然这挺严重的 但是 你毕竟的损失和人不在一个档次啊 另外我已经给那个伊朗给他轰好了 从现在开始你就被闹事了啊 就算了吧 我估计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 这边我们上讲说是 以色列战时内阁的多名成员 赞成 现在看来 以色列内部可有分歧一些 说但由于伊朗没有对以色列本土造成严重的破坏 再加上 那塔湖与拜登通话 回击的取消 那就是把这个面子给这个 给这个 老拜登了 这就是国际政治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事 你不觉得挺长的吗 是不是 下一场再给你们介绍更大的新闻 看看疯狂网还有什么消息 还有消息 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发表的声明 我们点个看什么声明 一定又是冠冰堂皇来讲一讲 就是为了骗这个伊朗 为了骗这个伊朗老百姓 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回击是有限度的 这边声明怎么讲的 中央电子台保证 马上就给全文发表了 你看就习近平站在哪一边 习近平怎么老子站在这坏蛋一边 觉得不理解 说当地时间14号晚上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伊朗对以色列展开的军事行动 发表声明了 声明说呢 伊斯兰革命卫队 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 和无人袭击的原因 是以色列越过了伊朗的红线 违反联合国宪战第二条 这是打击啊 还有理论依据 理论依据是联合国搞的啊 第二条 这伊朗武装部队啊 则是根据联合国宪战 51条展开的军事行动 你看 你不管是哪一条都是什么 能找到遗迹 你看有意思啊 伊朗对侵略者 以侵略者以色列 采取了必要的 和最低限度的惩罚措施 以确保伊朗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我对你已经宽大处理了 是吧 考虑到你认罪态度挺好 我就轻轻地拍了一拍 这是可耻啊 盛名中讲 在这次行动当中 伊朗呢 是针对以色列空军 情报机构和军事基地 发起打击 避免了什么呢 袭击以色列的军机和基础设施 这确实是没有摧毁人经济 它不可能摧毁 你就这么两个无人机 动人的这个 以色列一个号码呢 以色列可了不得 我跟你讲 目前伊朗没有展开 军事行动的计划 这他声明啊 这意思咱哥们 求求你啊 别反击了啊 给咱面子 这很有意思 说如果以色列想 以任何手段 在任何层面 继续对伊朗 采取犯罪行为 他将遭到伊朗 至少十倍的灰烬 如果说你现在不是 见好就收了 好 兵讲咱们还得有话讲 就这个意思 你要叫小孩打架子 说 人家已经跑了 行了 回来就算事了 等再回来吧 我告诉你 我还得打你 是不是 伊朗 驻利亚大使馆 领治馆的 部门建筑 4月1日 遭到了导弹袭袭击 就为什么他讲这个背景 什么原因 造成这次的升级事件 就是因为 上一场 这个以色列的袭击 造成13日死亡 伊朗和叙利亚 他说呢 袭击由以色列发动 伊斯兰革命卫队 14号凌晨发表声明 宣布向以色列目标发射了数十枚导弹 无人机 这一发生 伊朗的老百姓蹦高跳 你因为他都是官宣 因为看来这个宣传特别重要 宣传就是一个这么大喇叭 这喇叭在谁手里 谁就替自己吹 是不是 叫说胜不说败 是吧 好 等到下一场 再给你们介绍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周晓辉写的 中共七常委 腐败与引力的财富 要被美国曝光 我的天 这习近平带领这七个常委 今天晚上可能夜不能眠